欢迎来到美厅 做人最顶级的智慧 看懂授意终生 一 别把自己的脚 伸进别人的鞋里 脚下路 各有不同 人的心 皆有异物 谁也不能对谁感同身受 你不是我 我不是你 未经他人苦 莫劝人大度 位置不一样 看到的就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 想到的就不一样 活在这个世间 真正了解你的人 只有自己 所以与人相处时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看待他人 少一些计较 多一些包容 少一些责备 多一些体谅 千万别把自己的脚 一次次伸进别人的鞋里 二 后半生最好的活法 苦而不严 喜而不语 有句话说 在我们的一生中 最难的不是去表达 而是懂得沉默 真正强大的人 都懂得苦而不严 喜而不语 所谓成熟 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 把委屈化作动力 把生气变成蒸气的过程 别再逢人 就诉说你的苦楚 学会静静蜕变 把苦难化作成长的养料 带到时来运转 一鸣惊人 艰苦时不抱怨 万般皆苦 唯有自度 喜悦时不炫耀 炫耀幸福 只会招来厌恶 往后余生 既要有苦而不严的坚毅 也要有喜而不语的沉稳 笑看这世间人来人往 云起云落 三 你的沉默 自有力量 沉默 是一种负重的坚强 是一种韬光养晦的低调 成熟的人 都懂得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少说多做 才是最有力的践行 只有耐得住沉默的过程 才能享受到开花的喜悦 鲁迅说过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 我觉得充实 我将开口 同时感到空虚 夸腹逐日不语 鹏飞万里无言 领上花开寂静 水滴时穿默然 沉默 不是沉沦 而是懂得取舍之后 活出真正的自我 成熟的人 不爱多说 你的沉默 自有力量 四 有一种智慧 叫学会转弯 很多时候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直到有一天 伤痕累累了 才幡然醒悟 这条路走到黑也是徒劳啊 人的一生 就好比一辆正在行驶的列车 有人一路高歌 风吹电掣 有人小心翼翼 四平八稳 同样的方向盘 却昭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驾轻就熟的人 走走停停 一路风光 尽收眼底 该前行时前行 该转弯时转弯 毫不肆意潇洒 一路急行的人 只知道一股脑往前冲 连撞见悬崖峭壁都不会刹车 命都没了 更别提观景了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因果循环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必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好事顺其自然 倾心而为 坏事不钻牛角尖 人也舒坦 心也舒坦 不顺时多转几个弯 以不变应万变 5.独处是一个人最好的奢侈品 有些人 哪怕呼朋引伴 每日各种邀约不断 临到难处 却一个帮忙的人也没有 这样的垃圾社交 还不如一个人独处 独处是最好的奢侈品 不想去的饭局就别去 不想交往的人就别接近 不想凑的热闹就别硬凑 经历越多 也越会知道 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孤独感 做斗争 但当你不再害怕一个人 开始坦然面对生活的 分分合合 聚散离别 学会哪怕一个人 也能好好生活时 人生的苦就不会那么难熬了 6.世间所有遇见 都是一场命中注定 感激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感激鞭打你的人 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 感激遗弃你的人 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 感激绊倒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感激斥责你的人 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会 感谢所有使你坚定成就的人 要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一切才会更精彩 7.不就烂事 不缠烂人 社会上有一种定律 叫垃圾人定律 他们身上存着很多负面情绪 一点就着 一碰就炸 你反击 他报复 你强硬 他不要命 跟烂人烂事生气 只能降低你的智商 拉低你的层次 跟烂人烂事生气 只会损害你的心情 危害你的安全 跟烂人较劲 你永远是输家 俗话有说 猛龙不与恶蛇缠斗 熊师不与疯狗争食 不与那些烂人烂事纠缠 是放过自己 更是难得的修行 8. 见不得身边的人好 是最大的愚蠢 有句话说 人性最大的恶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你辛辛苦苦工作高升 有人暗暗希望你明天就被开除 你忙忙碌碌一年生意兴隆 有人暗暗希望你明天就天降灾祸 总有人以看别人倒霉 判别人倒霉为乐 别人倒霉一点 他们仿佛中了巨奖一样高兴 不盼他人好 其实是一种红眼病 就其原因不外乎是嫉妒他人 人为什么会妒忌他人 会产生嫉妒情绪呢 是因为内心欲望的增长 及深藏的攀比心理 把心胸放大 世界不是只有你面前的一亩三分地 不盼别人好 只能让自己心里不断失衡 走上斜路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正道 九 跟着雨伞学做人 跟着雨靴学做事 当你撑起雨伞穿上雨靴的那一刻 是否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应该跟雨伞学做人 跟雨靴学做事 雨伞从来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 他常说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 谁会把你举在头上 雨靴也从来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 他常说人家这么信任我 看重我把全部的重量都托付给了我 我还计较什么泥里水里呀 做雨伞就要尽心为人们遮风挡雨 做雨靴就要尽力为人们防泥避水 做好人就要乐于为人们多做好事 做人不一定要风风光光 但一定要堂堂正正 处事不一定要尽善尽美 但一定要问心无愧 下等人眼睛总盯着别人 喜欢争辩 八卦 中等人专心做事 就事论事 寻找解决之法 上等人目光长远 高瞻远瞩 格局决定高度 真正办大事的人 必然以格局为主 才能为辅助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主要看其视野的广度 思维的高度 大格局的人像山一样高远 又如水一样无形 能与万物融合 甚至妥协 所以不招人恨 愿意去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 因此也能海纳百川 能滋润万物 因此是万物之所向 随变化而变化 始为万变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好